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座美术馆 建筑面积为16300平方米 总投资1.88亿元 好时5年才得以完工 可是从外观上看 合肥美术馆才是中国真正的鸟巢 北京鸟巢体育馆在它面前简直弱爆了 据说这座美术馆的灵感还是来自于民间儿童玩耍的游戏棒 这座美术馆由346根长短不一的金属杆传扎而成 金属杆长74米 短47米 外观就像一个未经修饰的鸟巢 真是只有想不到 没有做不到 大家也是火眼金睛啊 这大楼刚一建成就遭到了网友们的疯狂吐槽 就连多家外国媒体也深感它的奇葩 忍不住参与进来 纷纷表示到世界上再没有比这还丑的建筑了 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合肥美术馆从建成至今已修缮多次 丑也就算了还不结实 难道当初在建设时质量就出了问题吗 更奇葩的是细心的网友发现 这些金属杆表面已经出现了古包以及生锈的情况 后期甚至还出现了漏水的问题 不得不说这一安徽省地标性建筑 简直是太让人尴尬了 小伙伴们 你们能欣赏得了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鸟窝吗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哦 视频人是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